图示纯水在不同压力与温度的状态示意图 若将纯水的温度维持在零度C 压力至十大气压下降 直至十的负三大气压 折尺过程中纯水的状态改变情形 下列何者正确 那我们可以从像图的当中 可以判断出纯水在不同的温度压力下 它应该会呈现的会是固态、液态以及气态 那现在在零度C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以零度C的这条垂直线作为一个基准 我们可以发现在十大气压的时候 它应该会呈现一个液态的状态 那当不断的降低压力的时候 它会先从液态变成固态 最后变成气态 所以正确的答案